这个房子就像父母一样 不一定永远是陪着我们 所以这栋对我来讲是非常地有感情 因为是她自己来选地 从舞到有 每个砖头每个钢筋都是她自己挑选 谢谢 谢谢 请谢谢陪伴我18个年头 这都是我刚好 大家认为说这就是我的传来 所以大家拍拼 这我今天 嗨,我们是家 祝你新拖名号 欢迎再度回到这个三粒球材金刚刚看到是在这个电子全职股 以及包括了许多传产当中的大型个股 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比较稳稳的赚 但在投机期份是比较没有这么的浓厚 但接下来我们是来看到说这个这个股性是非常活泼了 最近融资开始大幅度增加的 融资不是散户 是一般的主力大户在卡位 急着要卡位抱着这些个股想再转一波 据说有哪一些个股名通来看一下 包括画面当中呢出现了五档出现了四档的个股 是在这个联华石 亚太电信 东减 还有在金宝 如果你有长期在关注融资变化 应该对这四档的个股是非常的不陌生 最近常常都出现在这个融资增加前八档当中的排行榜的这个常客 我们先来看到是在第一名是落在了联华石叶 五月份以来非常强势 融资大幅度增加超过了两倍之多了 融资增幅200% 227%增加了4000多张 第二名是落在了亚太电信 但是最近有这个抢新的这个题材了 让这个不少主力大户开始卡位 希望能够有一些这个真正这个开花结果的消息能够出来 融资增幅也同样超过了一倍之多 东减也是超过了一倍的增加幅度 我们先来看到是在前两名联华石跟亚太电 联华石呢 最近说这个第一季的EPS还不错 来到了0.78块钱 但是公司强调说80%的都是来自于这个业外的投资 这个本业是在做面粉的 但是没有太多的题材 在联华石最近是在涨一些业外投资的部分吗 好我想先跟投资朋友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看到说联华这一档各国 麻烦导播我们先上一下这个K线的部分 加上富土我们加上融资的部分 连续几乎五个交易日以上 这个融资快速增加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一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去券商 耗时看 所以大家想是不是融资是散户的专利 是啊 是啊 有时候不一定 什么叫不一定 有时候阻力他会不会用融资呢 其实会哦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中南部的 我就不要讲太清楚 中南部有一些比较大咖的这个阻力 他会使用融资 为什么因为融资可以让他资金更活络 因为只有我们的法规是规定这个法人 比如说外资投信他是不可以用融资的 可是呢 如果是大户 大户他还是自然人哦 自然人他用一个自己的名字在下单嘛 所以呢他会被归类为自然人 他就可以用融资 那如果说他可以用融资的状况之下 如果融资出现短线出现急速的上升 股价在上扬 就像1229连华 这一档个股出现短线的一个上扬的一个部分 当然投资朋友就想到底可不可以追 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破口 堆堆堆 要不要追 堆还是不堆 堆还是不堆 其实我们去观察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把k线时间把它拉长 麻烦导播我们把它拉长一点 你就会发现到其他基息是高还是低呢 不高 他之前高了24块多 现在的股价其实还有一段空间 所以现在其实基息并没有太高 因为台指我们的这个加权指数 快要创下短线的一个新高的一个部分 9022指日可待 就是已经快要到了 那相对基息比较低的个股 融资短线突然急增 我认为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其实有时候量能要突破 必须靠融资 你融资没有出来那当然不会有量 有量滚量的部分就有机会往上做的攻击 因为它的这个基本面的部分 其实比较薄弱一点点 因为它是属于业外投资 因为第一季的这个小麦的价格也是偏低 所以它其实没有什么基本面的题材可以讲 可是真的它的这个整体的题材 是比较 融资的题材是比较强的 这个是联华的部分 那我们再看3682的 亚太电的一个部分 那亚太电的部分 当然最近是这个鸿海去抢清 鸿海结合日本软体银行 会不会去抢清 那其实我们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鸿海跟台湾之心 大家都想要去抢 抢这个亚太电信 因为如果把它抢下来 它整个可以说 就跟好比说一个年轻人取一个负千金一样 它后面就可以省了三十年的功夫 所以整体来讲 因为现阶段而言 鸿海这个国际的部分 它现在取得的 这个4G700MHz在A3的频段 然后呢 900MHz在B3的频段 它现在很缺的就是亚太电信 它现在占有了这个频道的频宽 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我认为说鸿海其实很有可能再进来做个强行 那我想大户也是看好 所以现阶段的融资不断的做一个上升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可以去对照一下其他 大家想说亚太电信涨 那其他电信三雄会不会涨 我们看一下2412的中华电信 其实我们看一下中华电信外资 买的很多 我们可以麻烦导播 我们看一下外资的部分 外资部分 买了一桃子库 最近他股价創下短线的一个性格 电信好像鸿海 对 线信好像鸿海 不定不定 可是它就是慢慢涨 有耐心的投资朋友 可以中华电信加减 另外三菱 这个所谓的4904 我们看远传 远传的一个部分 其实现在大涨 外资大买 对不对 3045的这个所谓台湾大哥大 也是一样 也是大涨 对不对 也是大涨 所以整体的一个部分 的一个部分来看起来 现在三大法人 连这个电信三雄都买 所以亚太电信我认为后续 因为 因为外资本来就会针对全職股买 亚太现在还比较不那么算 所以呢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整体未来抢亲的部分 认为亚太电信也是值得大家做一个留意 好的确在这个联华实业 以及包括在亚太电信 都有这个各自这个想象空间的题材面 能够让大家稍微对这个个股 有一些这个憧憬之外 我们来看到实在就电子股还有哪一些最近融资成这样的大幅度增加 而且股价的位阶比价低哦 至少是来到了二字头 想要切近的话似乎也是比价容易的 不管是在这个半导体设备上中的凡轩啦 还包括了PCV当中的杨博 生计的陈德 还有是在盘移哦 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先来看到是在杨博了 的确融资增幅也蛮多的 超过了四成增加了将近四千张的融资卡位 在杨博呢这个说是这个PCV当中印刷电路板里头呢 这次今年的现金殖利率是最高的一档 高达百分之超过了这个百分之七以上的数字哦 而且公司派很有信心说 现在这个杨博的这个产能满载到 完全排不进新的订单了 当然这个公司派是非常的乐观哦 问一下这个马哥了 杨博符合标股的条件吗 杨博应该在两个月之前 其实我们在节目中就有跟各位报告过这档股票 那因为这档股票其实呢 他的股性但不见得非常活络 但是啊因为他是讲设备股 那设备股基本上来看就是 呃獲利就是蛮稳定的 但是呢你说稳定就像我们刚刚讲 很多设备股 获利也是差的也是有一大堆 不是没有 那以杨博来看的话 因为刚刚我已经提到 去年的EPS是两块七嘛 那在同样来看的话就是 可以配到 配到这两块两毛七 配股可以配到两块钱 所以以今天来看 他的股价收盘来看二十八块三嘛 差不多就有将近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的 这个现金殖利率 其实算起来算不错了 但是主要是 他除此之外 在这个本益比 目前看起来大概只有十二倍左右 并不高 算是比较低的 那在净值比来看稍微有点高 就是一点四三 但是注意到他的毛利率 目前是维持在二十六点二趴 所以看到在第一季呢 注意到他的毛利率来到多少 来到三十点八七 他这个毛利率啊 创下了近五季以来的新高 所以表示什么 我刚刚常跟各位报道说 我们看一个公司的成长 除了获利之外 营收成长之外 他的盈余就是 它的盈余率以外 跟这个毛利率 是不是有在做一个同步的成长 如果有的话 表示这个公司的业绩 跟他的获利 跟他的成本降低的能力 是在持续的增加 代表后续往上升的一个机会 是比较大的 那刚刚我已经提到就是 以PCB来看 产值在二零一四 会恢复成长 那在台湾跟大陆 PCB的设备 所以订单是很明确 那刚刚我已经提到 就说目前的订单 可能已经接到 我们还接不下 但是目前来看就是 他的订单至少 已经达到七月份之前 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今年的营收 至少会成长百分之十 至少会成长百分之十 挑战新高是没有问题的 那最主要是什么 在手机平板 大幅度的成长之外 整个软板的需求 都会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PCB常在 扩产的情况之下 对于这个设备 杨博来看 当然有正面性条件 另外杨博在跨制到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制成 二零奈米特用的 化学品的这个业务 跟台积电 是有生意上往来的 所以在代理的这个 所谓二零奈米的这个 半导体的这个 特殊化学品的一个 一个产品呢 这个地方 也获得了这个 进展之外 二八奈米 这个电镀药水 需求也开始 因为台积电 第二季呢 头片产量增加 也明显的一个回升 所以从线下去看的话 可以发现到 这档股票 事实上基本面条件 符合我跟各位报告的 在第二季跟第三季看起来 都蛮晴朗的 没有什么大的隐忧 那回到下一档股票 就是属于生计类股 那生计类股 这一波各位看到 这个电头市场的指数 为什么之前好像完成 一个大的头部 对不对 麻烦这个导播看一下 OTC的指数 柜台指数 看起来头部完成 对不对 后来好像看起来 头部完成又不跌 又往上拉升 为什么主要的一个 大工程在什么 就是在生计类股 生计类股的上位指数 各位看到没有 它是形成一个多头市的格局 所以相对来看 因为生计类股 拉升上去之后 把整个柜台指数 也形成原本的空投效益 给化解掉 那这里面各位看到 以成德来看 成德事实上 他原来是一个 所谓的这个原料要的股票 他并不是什么 这个新要的股票 但是成德这个老板是谁呢 他是原来东洋的这个董事长 林锦荣个人转投资的 这档公司 那以成德来看的话 注意到他转投资的东西可多了 告诉各位 我指列目前已经在上市柜 有的 东洋 永信 台药 森达 国光森衣 智琴 那智琴大家晓得 他持有智琴呢 大概有九千张 持股成本 以目前来看 他的EPS贡献度大概是十块钱 也就是一个股本 另外还有就是东森华 这些都是 这个成德在上市柜公司 生技类股所转投资的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呢 光回馈的盈余啊 从股价上去看的话 其实就已经相当不得了 那另外可以看到 是他转投资的这些量力之外 但他原本以为 这个所谓的这种重发性的头痛药 跟长效型的一个精神分裂药 带动的营收成长是很稳定的 那注意到 成德是国内最大的小药科感冒药水的制造商 所以这个地方几乎太难过这个市场 其实就很稳定的获利啊 那最主要我刚刚说的 他原来从原料药之外 因为他投资了那么多的一个公司 对不对 跨入到什么 新药 衣材 跟蛋白质的药物开发 目前注意到 像最近这几天 再炒作一个题材 什么题材 农粮 什么农粮 就是因为这个 加州不是干旱吗 是 干旱造成 原来要开发的叶盐器 都没办法开发了 所以最近石油上涨 跟这个也是有关系 那你没有水 植物就不会长嘛 所以造成了这个 黄小玉的价格 拼命往上创生 那粮食危机 农业生计的这个需求 就成为一个主流 那目前来看 这个成德呢 跟这个国际知名的 360IP公司 还有我们的国发基金 这三家 包含成德在内 三家公司呢 合资了一亿美元 就是要投入 成立一个叫做BHF的一个基金 就锁定在农业生计这一块 那另外注意到 成德转投资一家公司 叫做益安生议 他是做高级一财的 好多转投资的 对 最近又要准备 回台湾来挂牌的 所以可以看到 他未来在转投资这一块 他已经成为一个 所谓生议银行的一个 标准的控股公司 好 这个成德最大提大 就是在转投资的公司 非常多 希望能够抑注一下 这个本业当中的EPS了 好 另外一档 最后一档是要来看到 是落在了这个繁宣了 这个繁宣呢 这个非常标准的 这个半导体设备商 指标股当然是看到台积电了 就刚刚廖副总一提到说 这个大盘要打一些这个正规战 正规战士主角是谁 就落在了全职股 是不是暗示说 这个台积电有机会 能够跟着动 台积电一动之后 樊轩啦 是不是有机会 我想啦 半导体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供应链 来讲的话 确确实的就是说 比较健康 或者说他的比较稳健 那我们知道半导体 他还是持续成长 因为他不断的 有新的这个应用出来 包括以前个人这个PC 然后通讯 然后现在这种智慧型手机 所以我们说明年度来讲的话 就说台湾还是有四千亿的一个 将近的半导体 在设备上的一个投资 所以这种角度上来看的话 我想相关的这个设备厂商 都有这样的机会 那樊轩的部分 当然他的整个年征的一个 四月份的营收 他年征率是十个percent 第一季就赚零点七亿 零点七亿你乘以四的话 一年也是赚这个 将近的三块 两块五三块 可是股价还是二十几块 所以基本上他的本益比 还是相对比较低 倒或者比较安全 那反正我们知道 他的股价也是躺平很久 或休息比较久了 那所以后续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我个人看法 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他今年 他有大概有三个部分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成长 但最原始的就是说 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投资 包含他的无城市的工程 一些自动 第二个就是自动化的一个设备 自动化的一个控制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第二部分 第三个部分 就是他代理的 所谓的就是说 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一些 这个原材料 包含这个光组件 银粉 还有这个电池的 这些相关的一些 这些 这些材料的部分 所以整体上来看 整体他的整个股价 现行也是一个多头排列 那我们也知道说 现行多头排列 也就是说 你做这个股价的时候 做这两个股票 你会比较安心一点 另外一道 再补充一下好不好 排1的部分 我想排1是比较特别 其实他他这个刚新上市 没多久 我们就这个比较好奇 就是你会去把他这个股东名册 翻开董坚持股翻开 结果赫兰发现一个人 他这个人的名字叫蔡明介 蔡明介就是联發科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他怎么会跟蔡明介 这个中间有什么 这样的一个link 因为我们也知道 那联發科 他本人是做了一些 说智慧型的手机的这个晶片 他是做了 比较大的一个量产化 那盘宜他是工业电脑 那工业电脑部分 他还是有个控制核心 就是也是要透过这个晶片 来去做 那所以投资股票就这样子 其实你看这个盘椅他上市之来 之前也有一阵子的这个股价 从这个低档 快速的一个往上的一个攀升 也就是说他跟这个联发科 已经合作合资的 这个一个叫做盘序智能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包含了 就是说家庭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家庭 智慧城市的这个商机 都有一个极度的合作 那操作股票是这样子 因为你这个大的股票不太动 可是呢什么 这个他这个比较小的 像这种转投资 类似转投资的 这样的一些公司呢 他只要这个大厂 来做益住的话 基本上股价呢 就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好光是这个股东名册里头 有这个菜名界 就还算是蛮吸引人的了 提供大家来进餐口了 广安华乐会进他们当中的最新资卷变化 这个房子呢 这个房子呢 就像父母一样 不一定永远是陪着我们 所以这栋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有感情 因为是他自己来选地 从舞到有每个钻头每个钻琴都是他自己挑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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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陪伴我18个年头 谢谢你 要守护我的梦想 有一天我一定会非常想念 这都是 都是完工 大家认为说 这就是我的众 所以大家打拼 叫我去哪里呢 嗨,我们是家庭 中国新拖名号 我们是家庭 喝好酒不能等 一定是他 投注你的非常一定是他 但我的口味 玉尊台湾威士忌 玉尊麦牙威士忌 冰时奇迹 好理讲不完 期货赢家苏威远 为您解说独家奇门战法 台指赢家密集大公开 5月24号台北台中 5月25号斗六高雄 02 2506 6808 2506 6808 来自德国的高品质生活 欧德加剧 欧德 欧德加剧年终请 本周六日来店预约丈量 再送限量好理 王兴杰老师亲自传授的波段转折交战秘籍 Elegant Luxury 走过世界各地 最爱就是这里 林口中越立院 2600 0111 期货赢家苏威远 为您解说独家奇门战法 台指赢家密集大公开 5月24号台北台中 5月25号斗六高雄 02 2506 6808 2506 6808 好 掌握件大盘当中最新的资金变化 现在融资增加幅度还算蛮多的 增加了6.38亿 2033亿 融券是增加了0.09万张 33.59万张 个股间融资大增的是落在了这个利隆店 但是也仅增2685张股价是涨停坐收 迅州1882张 盛阳科1837张 永丰金平盘坐收1661张 第五名是落在了这个节能个股的新日光 今天股价小涨坐收1575张 微星很强亮灯涨停1567张 以及包括是在台通1555张 齐鸿1458张 现在微星跟台通都是涨停坐收的 我们现在看到是在新日光了 的确还不错 今天股价小涨 但是法人站在了卖方 最近在这个节能个股 并没有太多表现 我想那节能个股的一个部分 太阳能的部分 其实我们要去对照一下 今天的新日光 融资增加1500多张 可是法人刚好也卖了1500多张 变成什么状况 这个融资足利在买 可是法人在出货 对不对 变成说这个两边去对坐 两边对坐 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基本面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看一下 四月份的营收新日光这一场个股 歪要歪149%很高 149%就是说这个去年的四月跟今年的四月去相比的话 成长100多% 那月增率MOM就是一个月跟一个月比也增加了 小幅增加了1.4%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我们回归到基本面 因为最近太阳能比较强的都是偏向上游 比如说缩合啊 比如说中美金啊 那下游的这个电池模组场新日光稍微弱一点点 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再回到3576新日光的这个K线图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状况 它几乎是呈现一个均线纠结的部分 那麻烦导播我们看底下如果放上成交量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来对照一下 它最近是一个亮缩的格局 亮缩然后呈现均线纠结 它的大家我觉得说是很重要 YOY四月份营收二年这率来到了149% 这就是为什么主力大户会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所以觉得这一档个股 我个人是觉得说大家可以持续做一个留意 好另外一档是在今天转停板的这个维新了 增加了超过的1500多张的这个融资 维新你看看这个现行谁敢追啊 其实我们在几个月前 有来上节目的时候就说 有几个大的产业你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这些产业它经过了一个这个洗牌之后呢 其实能够留存下来的都是这个相当不错的 对对对 其实你看最近的主机板 星星 南电等等的 都还有这个华通 其实都是起始回升 因为经过产业洗牌之后 这个产能的这个供给 就说已经得到一个控制之后 需求都还是在 你还不会不用PCB吧 你不会不用这个主机板 对不对 那维新大以前有一阵子就蛮可怜 说这个这个你讲到它主机板 可能这个这个产业的很多 这个投信 连自营商他们的这个研究员 可能都已经裁掉 都不去看 他们公司都已经不拜访 可是你看他这个股价 他慢慢的这个往上攀升 外资呢 持续不断的在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这看 代表他看到什么 就是说这个产业 他他得到了一个所谓的 这种这个秩序之后 而且维新他基本上 也在做一个转型 就是说你不去跟这个谁 金英或者说华硕 他们以前在大陆 他们打这种这种一般性的 规格的这种这种杀价竞争 他反而走特殊规格 那不知道维新技嘉 他其实说的打什么 就是高效能的 这些特殊的产品 那在这个笔电的部分 他就是主打电竞的这个笔电的 这个品牌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包含他这个获利或者这个 股价的这个部分 都是持续的往上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今天还能够再拉涨停 我个人也觉得还是蛮意外 是会蛮意外的 可是他这个股价 这样就是一个多头的趋势 我想投资朋友也是 也可以特别做一个关注 好 这位党这个马哥 盛阳哥当然今天主要一个提的就是 因为苹果嘛 他要采用太阳能电池 作为他的这个 这个手机的使用 所以盛阳哥跟着往上拉涨一段 但注意到了 主要我认为在太阳能这一波 在第一季的获利 比大家原先异物会比LED差 没想到现在比LED 加上今天日本通过一个法案就是 不得那种可能 所以基本上可以对太阳能电池这一块 看起来还是有一些立即的体制 在寻求 好 目前还是有一些这个 平材面具增了太阳能个股了 提供大家来参考了 我是韦庭 感谢收看 我们下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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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我国贵 不要跟你整个最高兴的手机游戏 这能够算过 准备最新危险 行时明月 幸福加开 吹动你的热情 吹动你的热情 要吗 摇滚音乐电影热血放映中 i remember this day when we scroll and just felt okay with nothing i've been done no nothing's really done too breezy and easy